如果你要来青岛地铁 在这站下 这条街的好吃的 尊都不要太多 一共整理了10家 这次先来5家 大家慢慢吃 首先先来一个甜品开开胃 这是一家香芋专门店 超多款的香芋甜品 这两款是我上次来就觉得特别好吃的 香芋布朗尼的口感就特别的好 这个这个 这个好看 我上次来这个还没有 可送里是有芋泥的重点 是里面有一大条的奶冻 这个奶冻的奶味呢就特别的浓 是贼上头 还有呢我每次来这条街 都会吃他们家的冰淇淋 混奶的那种 没有奶油 没有糖 没有一滴 水非常的健康 现在呢正好是吃蟹的时候 这家我也是中逃了好久 点了一份蟹黄金捞饭 蟹粉虾仁馄饨 和一笼蟹粉小笼包 还搭配了醉蟹和醉虾 这可是满满一碗的蟹黄蟹肉 把它浇在米饭上 一点点都不能浪费 这顿饭呢主打的就是螃蟹大开会 让我们尝一下包 蟹粉呢完全融入进了米饭里 这一口就能注入灵魂 看热打铁 咱们就把醋呢倒进蟹粉馄饨里 馄饨呢外面包裹着蟹粉 里面呢是虾仁 小笼包呢就是更鲜美一些 这一道菜的吃法呢 就是先把蟹粉给打散 搅拌均匀 煎和汤 蟹粉呢和鸡汤的融合 它的鲜味呢就更提升了一个档次 里面的鸡肉呢可以蘸这个蘸料池 最后的料呢可以泡饭 咱们再配上一个大闸蟹这顿饭真的不要太鲜 今天呢就是实现螃蟹自由的一天 它的旁边呢就是一家氛围感 直接拉满的披萨店 在外面看就贼洋气 它家的菜单呢设计成了报纸的样子 这里感觉都有点不像青岛了 非常适合美少女们来拍照打卡 咱们呢就是各种的特色都点了一些 他们家的披萨呢算是招牌一点的 真的这家店呢不论是环境啊还是菜品啊 颜值这块真的没话说 下面包店呢也是特别的火 我每次呢一进这种面包店就想掏空我的钱包 这是怎么做的每一款都有让人想买的冲动的呢 最后还是买了这几款他们家的特色 流心抹茶黑可颂 它的抹茶内馅呢比较丝滑有微微的苦味 外皮呢很酥脆 紫玉号角里的芋泥呢就比较细腻 开心骨的外皮呢更酥脆一点 里面呢不甜腻 咖啡包呢很蓬松 没有内馅外面呢是一层酥皮 再一起呢就给大家解锁更多的好吃的